也是關於歐洲這位朋友他的問題是歐洲住宿條件怎麼樣 就怕歐洲酒店比較舊比較老或者房間又特別小 因為有時候從這個電視裡面看到 你說你到巴黎去住了一個花了挺貴的錢住了一個酒店也好 怎麼樣發現裡面舊舊破破的而且是還漏水這種情況 他就想說怎麼樣可以住到一個好的酒店 那麼預定好的酒店是不是比較難呢 再說交通方面便不便利就比如說是地鐵或公路線 或者是說當地的什麼Uber這些發不發達他都想要了解一下 麻煩您給他分析一下好嗎? 好的 那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歐洲那邊的國家普遍它的國家 特點就是酒店都比較小就是整體的空間小 然後床也很小 差不多是我們美國是標準的床是full size或double size 它會每一張床都會比我們的這個size要小一塊 可能是我們最早之前有個叫twin size那種床 差不多是那種size的 對 所以歐洲的酒店小 然後房間普遍也床也小 那有的時候大家會在官網上會看到一些這個酒店 還有一個特點是歐洲那邊的酒店呢 它進入連鎖全球連鎖 比如說像Crum Plaza或者說Holiday Inn 類似於這樣咱美國這種品牌比較小 他們是比較保護當地的品牌 但是當地的酒店產業呢 我們這邊對於我們這個北美地區的人來說 就非常的不了解了 有的時候在我們的第三方平台上去看到這些酒店 其實都是因為他們把這個拍照的角度啊等等 拉大了是不是 所以看上去還蠻好的蠻大的 進去之後街要很老很舊 有的時候會吃這個坑 就突遍僅供參考嘛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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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呢 如果要是就是比較單 就是遊客比較擔憂說如果我過去那邊玩 酒店訂不好的話 其實我比較推薦 對 我很比較推薦說跟旅遊公司一起走 因為旅遊公司他們會在那邊呢 非常了解當地的情況 它去按照客人在的 北美地區人民的舒適度 然後去預定幫他們去找 特別適合我們的酒店 對 而且是在從住宿上啊 從這個早餐這個供應上啊 他們都是非常了解的 這樣的話呢 如果跟旅遊團走的話呢 第一 就是酒店不擔心 肯定都是定到了就是 大家都妥妥的 都可以接受的那種程度的 那第二種呢 就是像剛才有第二個問題說 交通便利否 其實呢 歐洲那邊就是 城市與城市之間相隔的比較近 然後呢 還有就是路小 車少 車小 人高馬大 就是他們那邊的特色 就是人高馬大 但是酒店小 車小 然後就是道路小 所以呢 如果要在那邊打Uber的話呢 是相當的貴了 然後還有 對 然後坐地鐵當然也方便 你首先就要再去買所謂的一卡通 你得了解 那還有就是像有的天媽媽呀 上班族呀 有的時候很累 我沒有那麼多心思去考量這些 或者說已經退休的這個叔叔阿姨 可能在家裡面 我也不太了解那邊的地理情況 我還要自己去用Google Map去找 每天去搭哪條線 他比如說A線 對 A線Bush 要倒B線Bush 再倒E線Bush 那邊的交通確實很發達 但是倒來倒去 有的時候很頭痛 對 首先你得通你的手機 要Google Map 就是你的國際的這個Wi-Fi 要就是連得上 因為有的時候有的人的手機 到了國外之後 他的流量就沒有了 或者說是要考量這一塊 所以呢如果要交通來說 雖然很便利 但是地鐵和巴士要自己找很麻煩 那還有就是可以跟旅遊公司去走 那旅遊公司呢 他們提供的都是那種商業的 有商業保險的那種巴士車 然後呢每天大家到一個景點 會給大家停留很長的時間去旅行 因為歐洲本來就是一個很輕鬆 不趕路 然後呢輕輕鬆鬆玩的 這麼一個地區的 這麼一個區域鏈 所以呢其實如果我是帶著孩子 或者說我如果給爸爸媽媽 去抱這個團的話 想去歐洲的話 那我就是交給旅遊公司 就是一下子一條龍服務 對 包括機票 包括酒店 一條龍服務 我就不用 我就很省心了呀 是不是其實還蠻好的 對 嗯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 世紀郵輪旅遊市場部經理 Maggie陽 謝謝你的回答 好 謝謝 好